各位朋友,周三了,大家早,7月26号2023 今天看到一些新闻,都跟法律上有一点关 所以跟大家谈谈这些时事 有位联邦法官说拜登对无造移民的一个批护的方式 他叫他们不准进来还是怎么样子的 就是不合线 不过他没有说立即执行 就给他几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他有时间上诉 所以等于是说这是有问题的 可是没有完全制止他 等着最高的法院大概裁决 弗洛尔达有一位审判 帕克兰高中的枪杀 他都记得好几年前 死了十几个学生 但是大家都非常的惊讶 那这位凶手现在受审 听说是判了终身监禁什么的 那这是一个女法官 看起来也年纪不大 四五十岁 不过他这个女的就是非常情绪化 他跟这些受害的家属都抱一下拥抱 听说他还要跟这个被告的人的律师什么拥抱 不过这个律师 所有的法官律师实际上也有监督的 我们只是不太清楚 他这些行为大概被人家的检查 对他一个惩戒 就是大概口头的警告他什么的 这些行为不好 不过他这个判人家无期徒刑也是好像没有办法 他们好像认罪什么的 反正就是说很多人都认为他应该死刑 结果这位高中也没有判死刑 所以这是一个法官也有人监督的 只是我们不太清楚 英国有个亿万富 叫Joe Lewis 我当时不清楚 他这个在美国玩股票 涉嫌内线交易 也被美国起诉 美国这个起诉外国人 或者他认为你不对的 是很凶的 都有一个理由 都有一个法律上的理由 这也是我们比较 看着说美国 都是由你去跟他制裁外国的常配管辖 都是你违反了我一个某一个什么法律 我立的一个规矩 就跟说中国的国防部长被美国立的法 说是制裁 到现在没办法撤销 因为这是国会立的法 拜登理论上是不好处理 实际上都有方法 只是他不太愿意或怎么样子 讲那点所有的法庭 你讲的是学法的 你可以知道多路有毛 放在那边 你随便找一条 都可以把一个人卡得死死的 这个隐军据点 只是这些法律 哪些是真正还可以实用 那被人家找了一个 很冷僻的一个条文 来要治理或怎么样子 这个是大块人心 大家都知道 川普竞选的时候 说要盖这个边境墙 要禁止这些移民 这是很运蠢的一个主意啊 可是呢 他只是趋之若鹜 然后当有诈骗的人呢 看到这个机会啊 就说 政府不给件啊 因为有很多预算啊 什么的 那我们来帮他建 他就成立了一个网络上的集团 我那时候还 大概六七年前 还常常去看他进展啊 每天说多少人捐款 成千上百万的人啊 捐了几千万的钱 而且他这个主旗是 他们找了一个啊 退伍军人 他是好像手脚都截肢了 只剩下一两只啊 这个四只 截了好几只 英雄啊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些跟他一道的 一些商人啊 然后最好玩的是 那个川普的那个顾问 Bannon也在里面啊 Bannon大家都是 川普的大将啊 所以他们私人募款 募了几千万人呢 他当然就是自己 然后还自己用途 所以 这四个人都被告 结果那位退伍军人 跟他的一个朋友吧 一个business man 两个就认罪 所以判了三年多啊 认罪你就会减刑嘛 那昨天判的这位商人 就是不服气 我不认罪 结果审判出来有罪 把他给他最多的刑期啊 五年三个月 多了一两年 还有呢 Bannon也是不认罪啊 就是Bannon Steve Bannon跟那位 中国的郭子啊 都很好的 这个 就是也是要名声扫地了 他是以前当过军人 也会做生意啊 不求蝙蝠的一个Bannon Steve Bannon 这是很有名的啊 我不知道他这个川普 在付出他会怎么样 他也差不多快七十的人啊 他的 呃 法庭是明年才受损 啊 明年四月 有时候觉得美国也是 失望也很慢啊 什么的 也不晓得怎么样子 而还有一个案子啊 是我们现在的议长 那个共和党的啊 迈卡西 他是很惊险的当上的议长啊 不过也是好像也还中规中矩的啊 不过来最近大概政治情势有一点变 他又在那边放话啊 说我们要谈科拜登的案子啊 已经在我们在考虑啊 什么的 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内啊 你要谈科现在的总统 当然他有权嘛 因为他们这个众议院 是可以做的啊 那他觉得主要就是联邦 对拜登的儿子啊 对他以前的犯罪 好像都有包庇啊 可是他也也 那时候也不讲 他是包庇那个Santos 就是纽约州说谎的 他也是很尽力的 所以那个Santos目前还高枕无忧啊 我上次一下子把他讲 今天才就职的嘛 才半年啊 不过那时候一就职就说 要把他给驱逐啊 开除啊 叫他自己辞职 这个Santos就是打死了 不让啊 还挺在那边 所以现在听说有些别的议员 用一个比较轻的罪名啊 对他Sensor啊 总是不办他 好像不像话 可是也是因为这个议长 有某种的包庇啊 可是他要谈克总统 就像那时候谈克川普一样的 烙着美国的分裂嘛 可是就像你说的 你为了一个争议 因为他确实犯法 王子犯法 与民同罪 你是要不要办 就跟现在的司法部长 那个叫Garland啊 他本来可以当大法官的 被这个McDonald 这个参议员的 共和党的 找了一个法条 硬是就是不审他 一年多 空缺的一个职务 一年多 最后来等川普 本来也扎杰鲁 无所谓 希阿蕊会当选 希阿蕊落选 川普呢 他们就马上就提名 就是捡到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人 他是一定得的 最后一位 那位民主党的那位老法官 女的老法官突然死掉 共和党又捡了一个 所以他们这次捡了三个 所以整个的 最高法庭都是向 共和党保守派的倾斜啊 所以 墨胎法也否决了 这个也 那平均法也 否决啊 所以这个 是很有意思的啊 好 前几天就看到了 广州有个特区啊 他们要放宽 他们的网路的使用啊 大家对共产世界专制啊 什么的 就是说 他们 你要看很多资料 都要翻墙啊 让很多年轻人不满意嘛 就是说想要探头出去 都没办法呼吸 我是觉得说不能呼吸 是有点夸大了啊 就是当不方便 呃 这些人当时比较 呃 像我们以前生活在 我们小时候也是管制啊 我们也不觉得没什么啊 现在好像感觉上就是 被 幻养的让你 为养你的知识啊 现在大陆很多年轻人 也都知道这个 不过他 我听说上海 有几个区都可以使用 或者是买一个翻墙软器 呃 他也没有 说不禁止 或者办 办理啊 所以这是好事情啊 慢慢能够让他 看所有的网路 当然这网路也是一个 谣言大会串啊 你 你看的资料 是不是对了 是不是怎么样子 也是要一点智慧 能分辨 不然也被人家洗脑啊 也是不好 好 法国有一个中国的猫熊啊 呃 他们生了一个小孩 在当地生的 照你说说法国熊啊 不过中国是有 有定这个规矩 说五年还什么叫回去 所以呢 他就专机就运回重庆了啊 也五年了 呃 最近很多外国的猫熊 都陆续送回去啊 可能是因为合约有关啊 他这不在言了 你就只好送回去嘛 那法国这个 比较特殊就是 这个法国总统夫人啊 呃 他去送行 然后呢 送行的中间 我一看 哎 卢沙也在旁边 不是说那个卢 卢 卢也 杀还卢沙也啊 是应该下台了吗 或者 还在那边当大使啊 所以我们有很多 看这一般的消息 跟实际上 不晓得怎么回事 呃 最近常看很多朋友啊 对于什么 大陆的某些事情啊 每天讲 每天讲 觉得人没有尊严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都合必啊 因为世界本来就是 常常有这种事情啊 我们当时为这些人悲哀 呃 这样的 那你呢 就一个特定事情讲 那我这个人是 看世界都看的比较多嘛 像那个欧洲 那个战争啊 什么的 那人家又说 跟怎么没关呢 人家 各种地方人这死啊 都是像蚂蚁一样啊 我们人真的像蚂蚁一样啊 被这些操纵啊 干什么的 那非洲更是可怜 有一个统计数字人 西的非洲 撒哈拉那边啊 很多泪乱 他今年就有一千八百件恐袭啊 最近那个什么 Barraco 呃 反正有一个 那个他们的国家 有一次农村的袭击 二十个人上升啊 那当他人说 有亲疏远近嘛 自己人 发生事情比较通一点啊 这个非洲的无关紧要 那我这个人是比较特殊 我看到别的这些事情 我就特别同情 啊 不讲 然后在俄国呢 在跟非洲要召开的会议啊 在圣 圣彼得堡要举行 这个州啊 这个月底的之前 这个普丁 他去南非取消了嘛 他把这些非洲人召到 非洲跟他有很多议题可以谈嘛 因为他们的出产的古物啊 乌克兰的啊 那非洲会被挨饿啊 怎么解决啊 因为西方拿这个 就说俄国啊 这个武器做武器 粮食做武器啊 很不人道啊 你 对我来讲的话 并没那么严重 可是你看到 这种媒体啊 铺天盖地的 讲俄国啊 俄国的国防部长来访问北韩 实际上呢 7月27号 是北韩停战日啊 当呢 北韩啊 什么的一定当胜利日嘛 那俄国 不是 俄国的国防部长到那边 跟他的国防部长会面啊 一定有很多军事合作 北韩是不太衰美国的 这些制裁 他已经被制裁的啊 始祝不怕开水烫啊 这样子的感觉 那 北韩庆祝呢 哎 看到很汉油的啊 这个金正恩 跑到这个志愿军的公务 志愿军死了很多人啊 而且呢 毛泽东的儿子 毛岸英 在那边也被轰炸死掉了 你看网路消息嘛 各种一样的 说毛岸英是因为 很骄纵啊 在那边还生活啊 什么各种各样 我觉得真的是有点 没有道理啊 就是传这种东西 反正 因为你反对共产 反对毛泽东 你就把这个当做个事 可是再怎么样 他是 到那边抗美援朝死掉了吗 牺牲嘛 对不对 不管他是怎么样子 自在找死 或怎么样 所以这网路 很多很恶劣的谣言 很多人就喜欢 传这种东西 觉得因为他反对这个人 就把这些 不论真假的 一股老的来教育 你被他这种的邪恼 你就变成另外一种型的 不管怎么样 这是好事啊 这个金 金不是金正成啊 金正恩啊 我这个名字又写错 等一下再改 韩战词啊 在这时候 已经70年嘛 看到一些报道说 那时候的军考啊 就十字敲啊 因为那个资源军 用这个挖坑道 挖了很多坑道了 实际上我以前是金门 我是负责打坑道的 都很辛苦啊 偶尔都会受伤啊 有时候就死掉 因为那个爆破 他们那时候还不能爆破 就用刀啊 铲啊来挖 他就介绍了那时候 怎么做了十万只 这个军考 军考的事情啊 实际上我当兵的时候啊 我们那时候最方便 是一个美国的一个 我那时候以为叫贝利铲 后来查到没这个名字 就是工兵的用这个铲子 他还变成啊 可以铲呢 可以变成一个厨子啊 中间有一个那个螺丝 可以让他那个头头 给弯下来90度啊 那我一查 网路上还有很多地方 有卖啊 不过听说美军线 也不用这个了 他是非常好用 因为功能 非常多的功能啊 那那个十字高只能挖啊 感觉上没有那个铲子 那么方便啊 然后俄国来就放消息说 普丁普京跟习近平 十月会会舞 他可能到北京去访问啊 什么的 这个西方一定又是头大啊 然后美国军援乌克兰 示意武器啊 开始清单都出来了啊 很多小的都无人机啊 反正就是你每天供你武器 也是杀人嘛 那这方面很少人讲 他们的不对啊 总是说 因为俄国人太可恶了 我们必须要让他武装 那乌克兰人就是 就用这种西方用武 这个用武器来武装他们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在重建啊 好 泽战士忌做最近有一个 他每天要做演讲 我们不太知道 他到底讲什么 不过最近讲的这个 跟贪腐有关啊 贪腐在任何地方也是 他们那么多的权 当然有一些这种事情 有一个征兵官呢 就是好像有贪污 还有呢 一个一个议员 还是什么样子 他是通俄国弱斯 所以他就特别演讲 我们的贪腐跟叛国 这两个事情不能够容忍啊 那俄国也一样的逮捕一些人啊 说他们提供给乌克兰的官员啊 这两方面打成这个样子啊 仇恨真的是越来越深 那最近呢 这个秦刚嘛 不见嘛 这个听说是 外交部长不当的 国务委员还有啊 所以并不完全失事啊 当然因为秦刚是习近平特别拔着的 特别深他的啊 精力不那么多 可是当了外交部长 可是至少他当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还还不错啊 不过不管怎么样 也不知道为什么事就拔掉了啊 很多人说他死掉啊 那我今天看到真的有人死啊 而且啊 共产党对死都是很慢的啊 习近平有一个 安全部的一个主管中将啊 他67岁 他4月就死了 最近才报道出来 他好像生病死了啊 所以4个月之后 我们4个月之后 会不会知道 秦刚甲一直不露面也就走了 到时候看啊 看到这个美国也不慌张 奥巴马有一个大厨啊 那时候帮他做的 他在一家附近啊 一个池塘里面淹死了 有人看他就走到里面 还是hiking啊 还是游水都不晓得啊 实际上这个帮总统做饭的人啊 之前的克林天有个大厨 也是一下就死掉了 年纪也不大啊 不晓得有没有阴谋论 不过大厨嘛 大概没什么阴谋论啊 那拜登呢 他一直养了狼犬啊 什么champing啊 captain啊 各种各样的名字啊 可是他这些很多都是流浪狗 可是都不太听话 就常常咬人 有一次送回老家了 呃 有一次最近死又买的是新的 不过据说是 见了人就咬啊 最近咬了好几次 听说有一位安全人员 还住院啊 这是第一犬 这个咬人 你们也 也与民同罪 他说假如一般的狼犬将就都把他安了死啊 这是总统的第一犬 当然是还是继续管束 呃 还有一个消息啊 共和党他们要辩论嘛 听说只有七个人有资格 但八月多嘛 川普大概是不会参加 不过现在第三名啊 是那位印度的一个企业家 那位印度家上次在一个来富枪协会啊 他是见能说人话的啊 他说台湾问题啊 就要说把台湾 每人分几把枪啊 什么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啊 那时候大家都很神奇 他对台湾的认识也是不完全 可是他自己呃 成功致富啊 有钱 有讲话很很 这种人都是跟磕屁一样的 非常见能说 非常会讲话啊 他现在名义是第三啊 呃 落于这个佛罗里达的Desantis一点 那Desantis最近把他的竞选团队来减半 因为他看起来大势不太好啊 这个川普 他大概争取一个副总统就不错了 因为呃 这个Pence大概是不 不会再搭档了啊 最后讲这个北卡一个军事基地 旁边的加油站 发现了车子上有三个海军陆战队的尸体啊 他们就在旁边的基地受凶还什么样子啊 军人 那现在还普说迷离啊 这个军人史是很大的 这个非常多年轻一种 怎么会在里面 还是因为二氧化弹各种各样的原因 呃 反正世界上每天有这种悲惨的事情啊 我们 人生无偿 大家多保重 好 就这样子 再聊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